在医院看病时,我孕土了,我故作镇定,肠胃不舒服,才来看病的。 前夫转头对着其他医生,老婆怀孕,后遗症,嘴硬。 进诊室看到裴景车的时候,我整个人都猛了。 我挂的不是一个M型发际线的男医生吗? 招木木没来,没来的话,下一个。 嘿,裴景车带着一副金丝矿眼镜。 两个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开始睁眼说瞎话。 我这人一百斤的体重九十九斤反骨,当即就坐了过去。 然而这距离我们离婚还不到两个月。 两个月不见,裴景车好像瘦了一点似的。 她扫我一眼,哪里不舒服? 嗓子哑了。 我指着喉咙,这两天疼得说不出话来。 张嘴,裴景车凑近,举着小电棒弯腰。 该死,这男人没什么优点,除了有点小钱之外,就只剩下帅了。 我盯着他的锁骨,眼神忍不住发直,直到耳边传来清冷的声音。 没看够,我轻壳一声,故作淡定地收回目光。 脑海里却忍不住响入飞飞,顺着他的衣领钻进去的风景。 嘶,这件衣服真碍事。 想着,手电筒的光缸收回去,我忽然为了一阵翻江倒海。 我最终没忍住,当着他的面直接呕了出来。 裴景车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看到我就放恶心。 我没工夫理会,抱着垃圾桶又开始大吐特吐。 过一会儿,一个护士端着水走了进来。 裴医生,你要的漱口水。 嗯,给他。 我接过水的时候,听到了护士小声的埋怨。 怀孕了吗?怎么吐成这样? 都脏了裴医生的办公室里,怀什么? 怀孕,这两个字,瞬间在我脑海里乍响。 因为我突然想起来,离婚后的这两个月,我的大姨妈没来。 我中招了,离婚后怀孕,该怎么办? 一个字,逃。 毕竟,我们俩的这段婚姻,谈不上有多幸福。 如果非要形容,只能用两个字总结。 寡诞。 裴警车是医生,常年在急诊室忙碌,半个月不回家是常事。 我一直说服自己,这是医生的职责,我不能为此跟他吵架。 可直到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地来医院探班, 才知道他不是忙得回不了家,而是根本就不想回家。 这样连家都不回的男人,会期待这个新来的小生命。 我信他个鬼,我快速地漱口,拿起包就想直接跑。 赶着其他医院还没下班,去验一下是不是怀孕了。 可刚走出办公室没两步, 就听到刚刚的小护士夹着嗓子问裴警车, 裴医生,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 肚子里怀了孩子,前夫已经采气飘飘。 这种事,谁能忍? 一怒之下,我转身,就想冲过去采裴警车两脚石。 我听见裴警车嗓音清冷,一字一句地说, 刚给老婆看完运图,不想回家跪键盘。 随后,我看到周围好几个小护士,身子齐齐地一僵。 当然,我也僵住了。 什么老婆,什么运图,我傻眼,僵着脖子抬头。 众目睽睽下,我看到裴警车慢条丝里地冲我走了过来。 我转身就跑,却被他含笑地拦住了去路。 他对着周围的医生护士,摊了摊手。 家教太严,老婆吃醋了。 随后,还装模作样地亲了亲我的头顶。 别气了,回家我就跪第三十五个键盘,行吗? 我怀疑他在败坏我的名声,并且我有证据。 我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狠狠地掐了他的手。 可惜,他一脸毫无察觉的模样,甚至语调还平缓轻柔。 走吧老婆,我带你去运检。 不等我反驳,他俯身在我耳边低语一句, 社保卡不要了。 我,对哦,我的社保卡还在他手上。 我需要这张卡,去报销我的医保。 我愤愤地瞪他一眼,转身自己蹬蹬地回了刚刚的诊室。 陪景车系做得很好,全程都小心翼翼地护着我。 砰的一声,门关上了。 诊室内,只剩下我们俩人。 他一步一步地朝我走来。 我喜当爹了。 嗯,那声音,他拖得有点长,我莫名地有些心虚。 情急之下,我恼羞成怒地推了推他,没有。 我肠胃不舒服,才来医院的。 陪景车恍然似地点点头,随即又按了下圆珠笔, 在病例本上划了两下。 看来你怀孕的反应,是嘴硬。 我一叶,不管是离婚前还是离婚后, 这男人拿捏我都是一绝。 惹不起躲得起,我转身想走,却没迈出不去。 转身一看,陪景车用手指勾着我的包带。 墨色的眸子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人, 看得人莫名地心里没底。 我一瞪,还,还有事。 他在病例本上写了一连串医生专属字体, 又把医保卡一画。 走吧,我有些猛,干嘛去? 做检查,避抄。 我吓得脸色发白,急忙拒绝, 我信不过你的医术。 嗯,所以我带你去见其他医生。 怎么,想我抱你走? 也不是不行,毕竟你总喜欢我抱着你, 边走边,我老脸一红, 满脑子都是一些儿童不移的画面。 闭嘴,等我看到避抄单子上的那颗小黄豆时, 头皮有些发麻。 喝醉那次就中了。 这瞄得也太准了点儿吧? 医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孩子父亲呢? 我用余光瞄了一眼旁边的裴景彻, 抢在他前面,质地有声。 死了。 裴景彻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了下去。 我洋装看不见, 我跟医生打个招呼, 就轻快地走了。 还没走出楼层, 裴景彻就拦住了我的去路。 她的声音咬牙切齿。 招木木, 你到处跟别人说我死了。 我心一虚, 瞎话脱口而出。 谁说你是孩子爸爸了? 咱们已经离婚两个月了。 说完, 我知道自己完蛋了。 果然, 裴景彻的脸色, 一寸一寸地黑了下去。 裴景彻盯着我看了片刻后, 书弟笑了一声, 便又俯身凑到我耳边。 难道不是, 在你娘家喝醉了的那次? 没羞没臊。 那次是我们俩, 为数不多的, 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 我喝多了, 酒后失得硬缠着它, 最后, 想到脑海中碎片的场景, 连忍不住烧红了钱。 我想拾口否认, 她倾笑着开口。 我劝你, 不要和医生算怀孕的具体日子。 裴景彻把我拽到她车上。 户口本、 身份证都在包里吗? 我拧眉不解。 她直接把自己的证件递了过来。 复婚, 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一盘散沙。 都离了, 还付什么付? 然而, 对上裴景彻墨色的眸子, 我硬是笑了笑。 在我公司, 裴景彻选了最近的路, 车子开得飞快。 很快的, 就到了公司门口。 我先上去。 我轻声细语地和她告别, 上电梯的时候才没忍住, 勾起来了唇角。 哼, 等着吧你。 果不其然, 15分钟后, 裴景彻发来了两个问号。 我抬抬屁股, 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不好意思, 还没找到呢。 说完, 我就把手机静音扣到了桌面上, 开始认真地工作。 这孩子, 我一个人生一个人养, 裴景彻半点都被想来沾边。 一想到复婚后, 带着仔仔一起苦等爸爸回家, 我就满身地抗拒。 新时代王宝串, 达咪。 临近下班的时候, 我偷偷地从窗户那儿望了一眼。 停在楼下的车, 已经不见了。 就, 直接走了。 虽然我没准备跟他继续纠, 但他, 就这么走了。 我摸着肚子, 咬牙切齿。 仔, 别怪妈妈, 心狠去腹流子了。 吓了班我想走, 但老板发话。 晚上公司团建, 缺一不可。 刚得知自己怀孕, 吐得昏天暗地的我, 行吧, 我要保着我的工作。 谨慎的我, 守着清水做了一碗。 好不容易看着差不多结束, 准备开溜的时候。 偏偏怨重老板大手一挥。 谁今晚没喝酒? 分一分, 把喝酒的送回家吧。 我, 捧着温水在角落 孤苦伶仃一碗的大冤种, 被迫分了个男同事。 闻着冲天的酒味, 我胃里翻腾倒海, 想吐。 而男同事晃晃悠悠, 还准备把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 不等我往后避让, 身侧忽然有人不轻不重地拽了我一把。 男同事扑了个空, 我则撞进了一个壁弯里。 抬头一看, 又是裴警车。 她对我笑了笑, 无视周围一群挤眉弄眼的想看八卦的女同事。 她对着刚刚想对我上手的男同事, 语气清冷疏离。 你好, 我是招木木的。 她顿了顿, 接着说, 老公。 我粗劲大, 不喜欢有其他男人碰她。 她表情淡淡, 但说的话却不容置疑。 那男同事瞬间面红耳赤, 急忙道歉后就往回缩。 而周边, 几个和我要好的同事, 都忍不住失声尖叫。 潮木木, 你结婚了? 老公还这么帅? 昨天还说, 一起去寺庙求姻缘, 你这是想求第二春? 我看着脸色又逐渐的冷下来的裴警车, 突然想跟同事们绝交三分钟。 其实不怪我说自己单身。 因为我们结婚, 纯属是家里人的安排。 领完证的第二天, 她就进了急诊。 为数不多的相处时间, 又大多是在床上度过, 这算什么老十字的老公。 顶多叫多夜情。 陪警车短短几秒, 就恢复了神情。 之前没办婚礼, 是我的问题, 回头我们请大家吃喜糖。 沐沐怀孕了, 恐怕不太方便送人回家了。 但我叫了家里的司机过来, 他们可以帮忙。 简简单单的两句话, 同事齐齐地倒吸了一口气。 这是什么家庭? 还有专属司机。 可以呀, 潮沐沐。 那我们今天就尽你的光啦。 我微红着脸, 善笑着, 别客气。 手却不动声色地 还到陪警车的腰身上, 狠狠地一掐。 什么人啊, 离婚了才跑过来宣示主权。 陪警车微微地咬着牙, 却面不改色。 直到把同事们就安排上了送回家的车, 我立马变了脸。 陪警车, 你想干嘛? 陪警车反而笑了, 说好的复婚呢? 对哦, 我差点忘了自己嘴上答应复婚, 然后躲在公司不出来的事。 莫名的, 我有些心虚。 鬼, 鬼才跟你复婚。 说完, 我转身就走。 陪警车一个大步, 就要跟了上来。 我冷哼地警告, 医生说了, 孕妇不能生气。 文言, 陪警车张了张嘴, 最终只在我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 路灯下的两个影子交错在了一起。 我垂了垂眸, 陪警车到底想干嘛? 总不可能是知道我怀孕后, 急诊室忽然就不忙了。 我熊啾啾气昂昂地走着, 可惜, 气势很快地就被高跟鞋磨没了。 这路走得太坎坷了。 最艰难的是, 今晚像是撞鞋了一样, 打不到车。 而陪警车就在不远处, 即使她坐在车里, 灼灼目光也很难让人忽视。 我赌气地往家的方向走。 然而, 走了不到五十米, 陪警车的车就在我眼前停了下来。 陪警车二话不说地就下了车。 我不止忍不住加快, 可没走两步, 整个人就忽然被横空抱起。 我惊呼, 下意识地还上陪警车的驳梗。 你干嘛? 陪警车逆我一眼, 随即就把我放进了副驾驶上。 系安全带时, 骨骼分明的手臂在鼻尖掠过, 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道。 不得不承认的是, 陪警车的脸真的无可挑剔。 我微微地皱眉看着她没说话, 心底的小鹿又开始不听话地乱撞。 陪警车淡淡地看着我, 下一秒竟把温热的手指放在了我的眉心处, 还一下一下地轻抚着。 医生也说了, 孕妇不能自己走太远。 对上那双清冷的毛子, 我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不争气。 我忙不迭地一开视线, 又嘴硬地嘟囔一句。 哪个医生这么说过了? 安全带啪哒一声扣紧, 我说的, 我试图用夜里的凉风吹灭自己的不理智。 朝暮暮, 你清醒一点, 不要被男色诱惑了。 虽然这么想着, 但我的目光没忍住, 朝着陪警车扫了过去。 在以前那段有名无实的婚姻里, 我们俩一周的接触似乎都没有今天多。 现在的改变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吗? 当初我提出离婚的时候, 裴警车没表态, 只盯着我看了片刻后, 就把两家的家长都叫了过来。 让我当着他们的面, 一字一句地说清楚, 自己的的确确地做好了离婚的准备。 那现在, 孩子就这么重要。 到了家, 我下车就想走。 可身后, 接连传来两道砰砰的关门声。 裴警车也跟了上来, 手里还拎着一个保暖壶。 我努力地保持疏离。 谢谢你送我回来, 还有事吗? 裴警车养了养手里的保暖壶。 现在怀孕不适合吃药, 这是拜火的果茶。 我明明纯。 我自己的孩子, 自己知道心疼, 就不劳你费心了。 走了两步后, 我终于没忍住, 转身瞪了瞪身后的男人。 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高冷得很吗? 怎么离婚了, 开始变得这么殷勤。 这次没等我说话, 裴警车先指了指我的脚。 脚不是被高跟鞋磨破了? 我帮你消消毒。 我一震, 凶他的话到了嘴边, 最后又咽下。 这双高跟鞋, 是有些不太合脚。 我已经尽量正常地走路了。 没想到, 他这都能发现。 看我不语, 裴警车抿着薄唇, 眉眼间带着些无奈。 我抱你上去? 我下意识地转身就进了单元门。 可按电梯楼层的时候, 他却比我先伸了手。 他直接按下了22层。 我猛了。 你怎么知道我住哪儿? 离婚后, 裴警车把所有房产都给了我。 但我觉得那些房子住得堵心, 索性自己跑到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 这住处没几个知道。 他怎么这么熟? 进门后, 裴警车就把我按在了沙发上。 又把那一大杯的果茶放进我手里, 随口问着。 消毒水在哪儿? 我鬼使神差地指了指。 裴警车找出消毒水, 竟然蹲了下来, 细心地捧起我的脚。 我有些不自在, 想把脚收回来, 奈何被他钻得紧紧的。 他, 不是有洁癖吗? 我的脚, 多脏啊, 但裴警车似乎毫不在意, 眉头紧簇着, 用棉签轻轻地擦着。 以后别穿高跟鞋了。 说完他似乎又觉得有些不对, 我的意思是穿一双舒服的鞋。 有点疼, 你喝点果茶, 稍微忍着点。 我攥着衣角的手, 紧了紧。 如果说给我送果茶是为了孩子, 那现在怎么说? 那么有洁癖的一个人, 帮我擦脚也是为了孩子吗? 消完毒后, 裴警车拍拍手站了起来。 以后我接你上下班。 我轻轻嗓子, 神色巍巍的有些不自然。 裴警车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那我飞快地接过他的话, 那你要不要去洗洗手? 裴警车的毛子明显地亮了亮, 又暗淡了下去。 睡前喝了一杯果茶, 我好像失眠了。 夜里睡睡醒醒, 梦里都是裴警车的影子。 时而淡漠疏离是她, 时而体贴周到也是她。 第二天, 眼下的雾青用粉底都压不下去。 我甩甩头想把裴警车甩出脑袋, 却没想到, 一下楼就在门口看到了裴警车。 我眨眨眼, 无视她自顾自地往旁边走去。 裴警车却不知道 从哪儿学来的流氓的那一套。 我不上车, 她就开车在我旁边跟着。 早高峰, 小区里的喇叭声都要震天了。 迎上那微微地带着些细血的目光, 我赌气把车门摔得好响。 师傅, 二十走吗? 裴警车笑了。 二十给多了, 晚上我再来送你回家。 裴警车, 咱们已经离婚了。 这孩子在我肚子里, 是我的孩子, 我也能养得起。 我提醒着她, 别因为孩子献殷勤。 可裴警车没说话, 只往我怀里放了个保温杯。 今天的果茶, 记得喝。 到了公司, 很快地就被同事们围了起来。 真好啊, 你老公还亲自来送你上班, 看得我也想结婚了。 你老公是做什么的? 你都不知道, 昨晚你老公让人把同事们送回家, 可是给你出尽了风头呢。 我有些尴尬, 不知道该怎么回。 同事们还继续打去, 说话呀。 刚分开就想人家了。 别瞎说, 他是医生。 同事和我玩笑惯了, 手掌都快要落到我身上的时候才杀住车。 忘了忘了, 你现在是两个身子的人, 肚子里还有宝贝呢, 你在哪找的老公? 做医生还多金? 给我也介绍一个。 能不多金吗? 我前公公就是那家医院的院长。 当年要不是前公婆的极力反对, 说不定裴警车还要去国外几年呢? 裴警车风雨无阻地接送了我一周。 今天公司通知临时加班的时候, 我看着手机还有些纠结。 要不要告诉裴警车一声? 犹豫在三后, 我烦躁地把手机扣在了桌面上。 算了。 说好的, 去附留子呢。 当晚加班到了九点, 才终于结束。 外面的天色, 已经黑得彻底。 我裹了裹身上的衣服, 出了电梯迎着风走了出去。 嘴角不知不觉的, 竟然仰了起来。 然而, 公司门口却空空如也。 我看一眼手机, 也是没有一条消息。 我突然心里感觉空落落的。 深呼吸一口气, 安慰自己。 男人嘛, 有也行, 没有也行的玩意儿。 最近不好打车, 我只能一边打车, 一边往家的方向躲不走着。 正走到一段没有路灯的地方, 迎面走来的两个晃晃悠悠的男人。 我裹着衣服加快了脚步, 试图和那两个男人拉开距离。 然而马上就要擦肩而过的时候。 那两个男人忽然对视一眼, 最后就不约而同地拦到了我面前。 酒气扑面而来, 胃里的酸水又开始振振地往上返。 美女, 这么晚了, 还一个人啊, 陪我们哥俩喝点。 我后退一步, 尽量地保持淡定。 不好意思, 我怀孕了, 不能喝酒。 见前面走不了, 我只好慢慢地往后退。 然而那两个男人却吟笑一声。 孕妇, 引人不适的目光, 在我身上上下地打量着。 我终于没忍住扑面而来的酒气呕了一声。 却没想到, 此举竟然激怒了这俩男人。 妈个八字的。 你嫌弃老子是不是? 那男人仰起巴掌, 就冲我挥了过来。 我后退半步堪堪地躲过, 转身想跑, 却被其中一人拉着外套扯了回来。 我没忍住啊地惊呼了一声。 臭婊子。 装什么装啊? 还怀孕? 老子怎么不信你怀孕了? 我护着自己, 拼了命地挥舞着胳膊, 随后抓起树边的路障, 就扔了过去。 其中一男人被路障砸到了脑袋, 当即就大喊一声。 妈的, 老子扒了你的皮。 我差点摔倒。 然而还没等他们碰到我, 就听见一阵急刹车的声音。 黑暗的巷子忽然被照得好亮。 裴警车从车上冲了下来, 随手就抄起来了路边的棍子。 我逆着光看去, 只知道裴警车是我这一刻的救赎。 一个人, 老子二达一。 这两个男人甚至还郁郁郁郁市地搓了搓手。 小娘妈, 等老子, 收拾了他再收拾你。 我没说话。 大概是他们不知道, 裴警车纯纯地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裴警车一脚一个, 就把这两人踹翻在了地上。 其中一男人不服, 又继续上前, 酒精上头, 就算这时候还满口的乌言晦语。 听说她怀孕了。 你再晚来一步, 就落我们俩手里了。 你说我们怎么玩的好? 话音没落, 裴警车就是一拳。 逆着光, 我明显地看到有血迹顺着那男人的嘴角飞了出来。 你打我也没, 没用。 那娘妈身材真好, 我吓得也赶紧喊了一声, 裴警车。 助手。 那男人被裴警车拎着吊打, 毫无还手之力。 我亮亮呛呛地跑过去, 裴警车这才把那男人扔到了旁边。 没事吧? 对不起, 怪我, 我今天, 我裹着衣服摇头, 根本就无心听这些。 躺在地上的男人嘴角都是血, 看得我一阵腿软。 你没事吧? 你的手, 都受伤了, 裴警车摇头安慰我, 没事, 是他们的血。 没等说话, 小腹就传来一阵痛意。 我煞时间僵着身子, 不敢乱动。 裴警车脸色一僵, 不复镇定, 直接抱我上车, 开去了医院。 这么一住院不要紧, 但公婆全来了。 我躺在病床上, 不敢乱动, 只能看着公婆黑脸骂人。 你明天立马从医院给我离职。 自己老婆都照顾不好, 还有脸照顾病人。 你小子最好盼着木木没事, 但凡有半点闪失我, 公公说着, 就仰起来了手, 想要揍人。 我忙不迭地摆摆手, 犹豫片刻, 还是觉得叫书不好。 爸, 你别生气, 今天真的是意外。 裴警车紧紧地抿着唇, 一句话都没自己辩解。 我没事, 医生不是说了吗? 好好休息几天就好了。 院长动怒了, 整个医院的医生护士们, 都不敢喘大气。 最后还是婆婆从中劝说了两句, 公公这才作罢。 公婆都离开后, 裴警车这才红着眼坐在床边。 我和她谁都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后, 她才拉上我的手, 小声地说话。 木木, 对不起, 昨天我应该按时去接你的。 我沉默着,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她本没有义务来接我的。 相反, 如果不是她及时地赶来, 还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但我这心里却乱糟糟的, 想起那两个醉汉就是一阵后怕。 我默默地收回手翻了个身, 好不容易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就要被一场噩梦惊醒。 凌晨三点醒来时, 裴警车还趴在我的床边, 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 我无声地叹了口气, 不知该做何选择。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复婚。 可裴警车不喜欢我的呀。 一晚几番惊醒后, 我干脆翻了个身刷手机。 打开微博一看才发现, 裴警车所在这家医院的抄话 已经闹翻了天。 那醉汉把昨晚被打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断章取义不说, 还把自己包装成了受害者的模样装可怜。 视频上的标题是, 天使偶尔魔鬼。 那视频一招冲上了热搜, 翻看下面的评论清一色的, 都是骂裴警车的。 这医生我认识。 小小年纪就是副主任医师, 天啊, 怎么背地里打人这么狠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是我爱错了人。 怪不得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 这真的是白衣天使吗? 我气得肚子直疼, 这年头真的黑白不分了。 第二天一早, 医院直接撤掉了裴警车的职位。 到底怎么回事? 裴警车咬牙把昨晚的经过学了一遍。 公公气得拍大腿, 关键时刻还得婆婆主持大局。 你打人的确不对, 可这次确实是出有因。 谁能看着自己的, 可咱们手里没有证据。 怎么办? 裴警车帮我拔下了手上的书页针头。 做了医生, 就不能保护老婆。 大不了这个医生不当了。 我无奈地看她一眼。 这家伙什么时候才能记住, 我们已经离婚了。 公婆长叹一口气。 说什么混蛋话, 你好好的陪着木木, 我和你妈想办法。 裴警车专心地给我削苹果, 仿佛网上那些不堪入目的话, 说的都不是她一样。 思考片刻后, 我眼睛忽然一亮。 你的车不是有行车记录仪吗? 发到网上不就可以了? 裴警车往我嘴巴里送了一口苹果。 那不是增加了我打人的证据吗? 记录仪并没有拍到他们, 我默了默, 煞时间就觉得苹果不香了。 裴警车自然而然地, 把我吃剩的苹果放进了嘴里。 不害臊, 我烦闷地翻个身躺下。 裴警车学医多年, 要是真的因此不能从业, 多年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 还是因为那两个人渣。 网上的留言愈演愈烈, 甚至还有人无中生友, 污蔑裴警车。 我气得鼻孔冒烟, 裴警车却淡定地把手机给我没收了。 这些网友们分明就是瞎说八道。 我气成河豚的邓塔, 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 裴警车坐在我身边的板凳上, 你都说了是瞎说八道的, 我还有什么可生气的。 再说了, 裴警车帮我整理了一下枕头。 结婚这么久, 我难得有时间好好地陪你, 就当是忙里偷闲了。 你不喜欢我陪你吗? 裴警车清冷地眸中, 带了点热意。 我张了张口, 转过了脸。 喜欢, 但不希望是在这种情况下呀。 病房里再次陷入了沉静, 好在公婆没一会儿就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有办法啦。 我眼睛一亮, 公婆连连点头, 但在我热切的目光下却支支吾吾的。 是不是不方便跟我说? 不是不是, 婆婆拉着我的手, 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我着急地晃了晃婆婆的手。 这两天我因为这件事情急得焦头烂额。 能有办法解燃眉之急, 我当然愿意啊。 公婆对视一眼后, 才看着我小心翼翼地开口。 现在大家一味地骂她, 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前因后果。 可单单一段行车记录仪也说明不了什么。 我们俩想着, 我眨眨眼, 等着后半句。 你们俩能不能复婚? 到时候, 把你们的结婚证, 你的住院单, 还有行车记录仪一起上传到网上。 我和你爸咨询过律师了, 可行性很高。 公婆说完后, 就默不作声地等着我的意见。 见我不说话, 又连连补上一句。 当然了, 你不同意的话也没关系。 她下手没轻没重, 自己受教训也是应该的。 到时候你生了孩子就姓潮, 谁让这臭小子自己没珍惜你的。 我没说话, 藏在被子里下的手却是钻紧了。 裴警车神色有些暗淡, 却一副支持我决定的模样。 我更是犹豫了起来。 裴警车一直在医院里给我陪床。 自从公婆提出那办法后, 我和裴警车之间好像就陷入了一种尴尬之中。 过了两天后, 裴警车突然开口。 爸妈说的话, 你不用放在心上, 轻者自轻。 我垂着眸子叹了叹气。 你不后悔吗? 那天晚上如果你直接带我走了, 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了。 裴警车想也不想地回答。 我在手术室里抢回来的那么多条人命, 却没能保护自己的女孩。 那我这一生, 做不做有什么意思? 我愣住了。 自己的女孩? 是我吗? 对上裴警车墨色的眸子, 我下意识地指了指肚子。 你确定不是因为她吗? 裴警车有些无奈, 先是你, 才是肚子里的宝宝。 这话一字一句地, 直接重重地砸到了我心里。 我呆愣片刻后想追问她, 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不回家, 可隔壁病房却传来了一阵打闹声。 什么水平的大夫啊? 晚上都说了你们医院的医生黑心, 怎么护士也是一样的。 我老婆心脏不舒服, 你们硬生生地按断了她好几根的肋骨。 这不是黑心是什么? 周围病房里的人们都跑出来看热闹。 裴警车的脸色黑了黑, 没动。 很快地隔壁就传来了啪的一声, 还有小护士的哭声。 裴警车坐不住了, 这才找了过去。 我想跟着, 却被她按住了手臂。 才好了一点, 小心伤了你。 裴警车一过去, 刚刚闹事的男人动静更大了。 哟, 这不是网红医生吗? 还好意思在医院待着呢。 你们医院的医生都和你一样的水平吧? 我老婆的肋骨断了两根。 怎么裴? 我在隔壁听着这话心里好不适滋味。 裴警车从前可是各大医院炙手可热的医生啊。 怎么就要被人嘲讽了呢? 小护士的哭声再次传来。 裴医生, 她老婆心梗, 送来医院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了。 是医生在救护车上一路做急救送过来的。 什么急救啊? 就是那个急救害了我老婆。 裴警车沉默了片刻才开口, 患者没有自主呼吸和心跳的情况下, 必须做心肺复苏。 你想保全你老婆的两根肋骨, 还是这个活生生的人。 隔壁病房又吵闹了几句才安静下来。 肋骨骨折和心梗, 熟轻熟重, 大家应该都能想得明白。 裴警车回来时, 还冲我笑了笑。 小事, 已经解决了。 就是委屈了刚刚挨打的护士。 我握上了裴警车的手, 我要出院。 不行。 裴警车拒绝的斩钉截铁, 出院干嘛。 你身体还没, 出院复婚。 裴警车正了正, 两久后才反应过来。 嘴角还控制不住的上扬着。 你刚才说什么? 我被她热切的目光, 看得有些难为情, 便转过了头去。 没听见就算了。 裴警车双手握着我的手, 当即就放在唇边亲了一口。 等我转过来时才猛然发现, 这男人怎么还红了一眼。 干嘛? 你不愿意呀?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大不了过了这次风波后再离婚就是了, 我不想欠你人情而已。 我不自在的一句话, 没想到裴警车的眉头紧紧地拧了起来。 你天天都在一想些什么? 谁说我不喜欢你? 不喜欢你, 我娶你干嘛? 我垂着眸眨眨眼睛, 酸色之意怎么都认不住。 刹那间的功夫, 眼泪就啪哒一下, 掉在了被子上。 我没忍住, 哽咽着问, 那结婚的时候, 你为什么每天都在医院住, 有时间也不回家? 还不是因为包办的婚姻, 你对我没感觉。 裴警车似乎是气笑了, 最后在我唇上重重地亲了一口。 我猛了, 就因为这个。 我不回家, 还不是为了给你空间吗? 我人都傻了, 火蹭蹭地往上窜。 都结婚了, 谁要你给我留空间的呀? 才结婚两个月的时候, 某人每天半夜说梦话, 说自己喜欢一个人。 说到这里的时候, 裴警车表情有些优怨。 我不是为了满足 你喜欢一个人的需求吗? 我抽了抽嘴角。 虽然梦话这事我不记得了, 但有没有可能我说的话, 重心是在人这个字。 喜欢一个, 人。 裴警车。 我没好意思告诉裴警车, 结婚一个月, 我就因为她的言而沦陷了。 这家伙刚才还说不能出院的。 结果半个小时后, 我就已经坐在民政局里了。 拿着红本本出来的时候, 裴警车淡默的脸上, 出现了笑意。 公婆看到我们的结婚证时, 高兴得眼眶微红。 是真的和好吧? 不是因为网上的是吧? 裴警车摸了摸我的小腹, 这还能有假? 我红着脸, 拍开了裴警车的手。 不害臊。 一系列的证据发到微博上后, 网友们的评价很快地就扭转了方向。 裴警车的风评, 从黑心一声, 扭转为了护气狂磨。 呜呜呜呜, 原来是我们误会了, 这才是真男人好吗? 谁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婆被欺负啊? 更何况, 人家还是孕妇。 那男人的狗嘴里吐出来的脏话, 我听了都想补上两拳, 活该被打, 人渣。 裴医生打得好。 甚至还有一个患者家属, 出面给裴警车作证。 那天晚上她母亲忽然脑出血, 是裴警车在手术室里抢救了三个小时后, 就回来的。 她母亲才从ICU转入普通病房, 一看到关于裴警车的留言, 就站出来作证了。 我躺在床上翻看着这些评论, 才彻底的放心。 明天是不是就可以回医院上班了? 裴警车摇头? 还不行。 我要在家照顾你整个孕期。